因為我們都認為 蔡英文跟賴清德 都是很好的人才 民進黨本來就各自在 人才的運用的排程上 因為剛剛我們跟世間院 都有一個共識 然後覺得如果能夠兩個合 其實什麼時候出來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你剛剛才分析過 賴清德的個性 對 他非常的執著 你覺得現在還能合嗎 我講的是我們的期待 不是說要去 簽約這個民主的一個價值 我覺得這個事情 剛剛我們討論到民進黨的初選 我覺得完全不會改變 因為就我們中時會的一個 還會防守會很快 議題出來中時會大概就很快 因為跟過去 有任何的意外的可能性沒有 可是吳敦英主席說 這可能還有什麼萬一或等等的 加上過去又有換柱的潛力 民進黨從來沒有這樣子 所以我想 如果能夠順利的走完初選 民進黨還是會有團結的氣氛 只是說剛剛賴清德有講的 如果前提 如果是賴清德的話 我講問題怎麼處理 到時候怎麼樣磨合 現在的行政團隊 跟現在未來候選人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課題 這是民進黨目前 或者未來必須要面對 也必須先想清楚的一件事情 其實國民黨的確也面臨到 史上一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現在韓國瑜人氣這麼高 但是他的表態上面 現在他就一直說 我把分內工作做好 但是民間一直有這樣的呼聲 甚至已經有高雄當地的人 他是要去幫他領表 而且是一個人200塊 然後要號召1萬人 就是要把這200萬湊齊 然後就是直接幫他領表登記了 所以這一件事情 對國民黨是一個難題 因為我們一則一喜 也是一則一憂 我們有很強的候選人 但是這個候選現在又有 高雄市市長的身分 就是難以解套 然後又有其他的 也不弱的候選人 也是同時要來角逐 我覺得吳敦毅主席 他現在此時此刻真的 現在看得出來 吳主席應該是沒有要投入 總統參選的這樣的想法 看起來是越來越淡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真的期待他 他站上一個更高的高度 我相信他一定想得出一個辦法 他現在講的這個已經比之前 大家從二階段退到說 他說只有一個階段 也不是一個階段徵召 現在是退到說 就是讓他來登記領表 也就是說 現在已經退回到說 每一個人都必須是公平的 因為如果說別人 別人先去領表登記 民調完之後 你再徵召一個人 這個會形成某種不公平 但是這一種 他有沒有辦法達得到 就去說服韓國瑜 今天有人在問韓國瑜這件事 韓國瑜主動說 吳主席到目前為止 沒有跟他討論過這件事情 我認為這個是黨中央主席的高度 他該去處理的事情 當然最完美的情況會是什麼 就是韓國瑜他同時 真的也進來領表登記了 就是所有有意願都在這一個 同樣的起跑線 那就是交友民調 就跟民進黨一樣 民進黨現在是賴清德跑出來 衝出來說我也要領表登記了 那就是賴清德跟蔡英文 如果韓國瑜本身他現在意願還沒有表 如果他真的也沒有排斥 他也覺得可以為國民黨一戰的時候 那就變成說 韓國瑜朱立倫 王金平 他們同時起跑 同時領表 同時接受民意的考驗 最後由黨員三層 民調七層 共同來決定 這邊最大的變數就是韓國瑜到底 他本身想選還是不想選 成為最大的變數 如果他一旦表態清楚之後 這件事情好像也就 就照著機制走了 其實就沒那麼複雜 跟民進黨一樣就是到時候誰勝出 誰就是那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吳主席現在 他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真的在思考一個最成熟的方案 然後讓大家也可以接受 然後證明此時此刻的國民黨 我們已經超越了民進黨 在黨內初選的問題上 我還是要肯定民進黨 就是因為相較於國民黨 民進黨的制度是很清楚的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們也不會擔心說 你們也沒有擔心說 什麼全民調有人灌票 國民黨的人會不會去影響 你們也不會擔心說 總統候選人要不要兼黨主席 什麼投票要變成5573 每天在算數學 這一點我覺得 我還是要肯定民進黨 雖然我們將來會競爭 不過該肯定的就肯定 但是回過頭來講 就是如果今天是賴清德 當然國民黨的就要辯證了 因為我們原先評估的是蔡英文 所以面對蔡英文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有好幾組候選人 都有勝選的可能 但是如果換上了一個 比較強的賴清德 那麼在黨中央的操盤手的角度上來看 他當然可能要維持更大的彈性 雖然這個彈性他早就已經有了 第二我要講的是 韓國瑜最後的角色 他只能夠是一個 打壓子上架的角色 因為他才剛當選高雄市長 沒有多久 那麼如果他要這麼積極的 表達他個人的意願 對韓國瑜來說 這會是一個很沉重的 政治承諾的負擔 所以吳敦義主席不去問他也還好 因為問了他 他如果說要或不要 其實都很難處理 所以你幾乎可以看得到這齣戲碼 如果會發生那個萬一 那就是一個打壓子上架的萬一 只是我今天看到吳主席的講話 我就很訝異 因為你知道 我們的黨內初選是這樣 就是你要去領表 你要交200萬 好 這都人家可以帶領 帶交 可是還要連署 所以還有帶連署 還有帶連署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我那時候本來要去打 總統黨內初選 我有看了一下說 還要連署個什麼5萬到8萬人 所以你還要連署黨員 所以接著還要帶連署 帶連署後面還有好多程序 這些東西都要一直帶下去 能夠帶到什麼時候 我們最後推出來的人是誰 哪怕就好 我們現在要決定徵招韓國瑜 那麼我們讓他用打壓子上架 來有更好的正當性 可是我們也不能傷害他 因為如果這個操作中間 一旦有哪一個細節 沒有操作得很順暢 對韓國瑜反而是一種傷害 所以我想吳敦義主席 如果現在他只有萬一的機率 要參選 剩下那萬分之9999的時間 可以來思考一下 國民黨如果要推出一個 最強的候選人 假設是韓國瑜 要怎麼樣才在一個 不要傷害韓國瑜的情況之下 讓韓國瑜能夠順利的出現 還能夠維持黨內的團結跟和諧 吳主席現在可能在絞盡腦汁的思考 說這張牌要怎麼打才打得漂亮 而且還不能傷害到這張牌 還要能夠維持大家的共識 不至於造成內部的分裂 我覺得這真的就是考驗他 那個百分之 萬分之9999的時間 大家玩過大腦2都知道 最怕的狀況就是 你有黑桃2拿到 可是到最後這個game結束的時候 你黑桃2還沒有打出去 還在手上 對 所以說最強的王牌一定要打 但是看什麼時間打 我先講一個部分 就像剛剛我們來賓也講到 就是說換柱換柱 2016年國民黨的 這樣的一個換柱風波 到現在還持續在講 即使我們已經講過 1000次 1萬次 不可能再重演換柱事件發生 但是我們的對手 還是會抓住這一點不放 也因此第一 如果說真心喜歡韓國瑜 愛韓國瑜的話 不能讓他背負換柱的這個名目 什麼意思 就是不能說有兩階段 不要說第一階段出來之後 再有 即使是有任何正當性 只要有一個換 這個動作出來的話 韓國瑜馬上都受傷 所以說我想這第一個 不管韓國瑜是不是最中 最強的人選 但是絕對不能讓我們任何的 我們國民黨內的一個 總統候選人 都有背負換這個名詞 但是韓國瑜現在的狀況 他雖然是現在的民調最高 但是他要解套 剛剛主持人講到了 因為他現在的身分是 三個月任期未滿的高雄市長 怎麼樣從三個月任期未滿 高雄市長變成是一個 有可能的總統候選人 並且來參與這個制度 所以某種程度上雖然說 大家認為是 徵招怎麼徵招也有兩種 一種叫徵招參選 一種叫徵招初選 但是盡心而想 我覺得徵招初選 不見得不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他擺在同一個平台上 基礎上 大家還是透過一個 公平公正的方式來做競爭 而現在檯面上有講出了 一個叫王金平 一個叫朱立倫 剩下還有沒有其他人 要參與這個選舉 我們不知道 可是如果說韓國瑜 也可以加入這進來之後 讓黨員三成來決定 讓七成的民調來決定 國民黨的一個人選 而且更重點是 剛剛其實我們賴老師 一直講調 因為民調有分對比跟互比 而對比互比的比例 計分方式其實不同的 對比是只有占15% 因為那是黨內互相競爭 所以他占的比例要比較低一點 真正的互比 是要等到對手出來了 那個時候對手 不管是賴金德出來 不管是蔡英文出來 互比的時候占85% 代表說誰代表國民黨 會贏我們民進黨的人 那個時候的那個數據 才更明顯而且更客觀 所以換句話講說 第一 我們等待 我們可見的對手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出來 第二 我們也保留一個彈性 就是說讓韓國瑜 或說讓任何可能最強的候選人 都有機會加入一個初選 加入初選之後 不是說馬上你就一定選舉 而是說你初選之後 讓黨員 讓民眾可以來決定 是不是你符合期待 代表國民黨來參選 因為其實2020 我覺得全台灣2300人 都很關鍵國民黨 為什麼 討論度那麼高 就是因為大家會覺得 過去兩年10個月 蔡英文政府真的做不好 又希望國民黨硬起來 強起來 好起來 能夠帶領台灣重返執政 能夠改變一心 所以在這一點的情況下 我覺得好事也許多麼 能夠帶領台灣重返執政 能夠改變一心 所以在這一點的情況下 我覺得好事也許多麼 但是既然現在的一個規則 跟底線都已經確定 第一 不可能有二階段 第二 不可能有換人的作為 我們就靜觀其變 希望在這一個保留 徵招初選的彈性 能夠把我們最強的人選 給找出來 不過剛才孟凱也告訴大家說 國民黨的民調的計分 原來還如此的複雜 有對比是10% 互比是15% 對比是85% 這麼複雜的民調計算 不會讓人家擔心有什麼黑箱 在裡面嗎 絕對不會 這樣子才公平 對 其實順琳姐 這個是現在的民調公司 不管包括我們這幾個 學術單位或說媒體單位 其實要做對比 就是黨內互相對比 是占15% 就是你們國民黨的規則 對 互比是占18% 託夢給他 所以還是讚美 聽不懂 剛才大監委員 他對我們民進黨 他是 我認為他的那個評論 他說他是 對我們民進黨期許 我覺得他那個期許是 很不中肯 不中肯 不過很不中肯的肯定 他是肯定的民進黨 但是我是覺得這樣 結論原來我聽半天 現在就是說 原來就是說還不曉得喊神 略韻不願意 其實要問神 問神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擲筊 你值得講 也不必到高雄市政府 反正他不講 你乾脆的就擲筊 就像神要給你起誓 他就託夢 託夢給吳敦毅 所以吳敦毅的徵兆領表 我真的是很肯定他 佩服 真的佩服 這等於是抬了 也一個神教 要去把神抬出來 這個徵兆領表四個字 就是神教 所以我說時間哥 你內的表就變中東表 國民黨乾脆 國民黨就是 我覺得國民黨如果能夠 這麼直接像吳敦毅 這麼直接 沒有人會覺得他弱麻 我覺得這對 省去那些宮廷戲碼 就是大家不要認 我一直覺得韓國瑜 是國民黨最強的 要趕快出來 我講到幾乎快聲嘶力竭 講到我們藍色支持者都說 王世堅你怎麼這樣 你們藍色 綠色支持者 綠色支持者都質疑我說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說怎麼偏向 我的意思是說 我跟韓國瑜絕對100% 180度相反對立 我是毒 他是頭 我只是深刻的感覺到 我們台灣沒有那個時間 沒有那些資源在虛耗了 乾脆 國民黨你就派出最強的韓國瑜 韓國瑜在選前就敢講說 九二共是一個中國 乾脆大家藉由2020的總統大選 大家一次就我們國家定位 台灣前途 大家來論變個清楚 不要再讓那些假掰的出來 我再一次強調 民進黨推一個 國民黨推韓國瑜 柯文哲一定出來 你民進黨推誰 一日一籃一蝦 你民進黨推誰 民進黨推誰 我們一個月以後就見分校 你也不敢講講別人 我認為最好的 我們最好最強的搭配 蔡賴背 英德沛 但是17號的結論出來 到底不管是誰 我跟我們黃毅勇 我們一定是 民進黨所有支持者 一定都100%全力支持他 你那麼期待職球對決 從你剛才所陳述的 這個狀態當中 我覺得你應該要支持 賴清德才對 賴清德看起來是要跟 韓國瑜職球對決 你幫韓市長去領表 這樣你去領表最好 這真的就神來一筆了 已經有一堆人搶誰要幫他去 昨天不是一個高雄的 一個里長林委會會長 他有帶1000個人去 跟你80秒態度意義不同 我覺得他就是聽到我講的